我一開始是在百貨公司當專櫃小姐 就賣一些日系衣服 因為我本身對服裝的搭配還蠻有興趣的 那後來就是因為有一個客人就是跟我買東西 他說他是攝影師 一開始我還想說攝影師怎麼會找我 應該是變態 然後他就慢慢就是帶我拍照啊 然後一次又一次 所以我就慢慢開始接觸到這個行業一直到現在 最難忘的經驗就是去香港啊 因為香港我其實很不熟 而且我覺得香港的人好多又好擠 然後有一次就是去香港拍照 然後跟攝影師去搭地鐵吧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拍照拍照 我還太開心了 結果我又一回頭人就不見了 然後我就在地鐵裡面迷路 那迷路我就用手機又沒有3G又不能打電話 然後我就在原地哭 然後大概一個多小時他們回來才找到我 害我現在對香港都有一點陰影 因為我很容易迷路 因為模特兒一開始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工作 就是你可能今天有工作 然後可能又休一個禮拜 就是沒工作 然後家人就會覺得說 你應該要找一個正常穩定的工作 比如說週休二日啊或什麼的 但是然後到現在快3年了 他們就慢慢覺得說 其實模特兒有時候還是蠻穩定的 那就是他覺得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樣就可以了 目前他們還蠻支持的 他不會耶 因為他其實還蠻算是一個理性的人 他就覺得這個是你的工作啊 你又不是說今天你是喜歡裸露給人家看什麼的 所以他因為覺得是工作需要 就是還蠻支持我 而且有時候會跟我一起討論說 你今天可能穿這套Bikini比較好看啊 然後你可能內衣怎麼搭 拍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這方面他算是一個最支持我的人吧 保持美麗的方法 其實我還蠻懶惰的耶 就是我比較不會像別人說什麼 擦美白霜啊 然後什麼化妝水什麼的 我覺得基本的保養就是清潔跟保濕吧 因為其實你擦很多東西 可能化學藥劑殘留 所以皮膚不見得會比較好 所以我的保養原則就是 越簡單越自然越好 因為我本來是先從外拍開始拍 那基本上外拍比較不會嚴格要求你的身材 就是飆到過度肥胖就可以了 但後來慢慢拍越久就會轉到網拍啊 平面雜質那些 那對身材要求當然會比較嚴苛一點 那因為我之前就是腿這邊會比較胖 就是天生的吧 就是可能我怎麼吃的少啊 運動然後這一塊大腿這邊還是很胖 所以我就是前一陣子去做抽脂手術 就是把這邊的肉 全部脂肪全部把它抽掉 然後休養了快一個月吧 就是過程我覺得還蠻痛苦的耶 所以現在很努力在維持 就是如果他哪天又腹胖了 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勇氣再去抽一次 因為我本身臉就有一點嬰兒肥 然後以前的照片 就可能一些旅拍照啊什麼的 那時候是差不多三年前吧 然後因為我本身體質容易水腫 然後又有一點baby face 所以我那時候臉會比較重 現在看到臉比較尖 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啦 你知道年紀大了 嬰兒肥會比較小 而且他有一些化妝的技巧 可能會修容啊 或是拍照角度 現在看起來臉就會比較V 比較小一點 未來的目標 其實這個行業就是 不是我想要長久待的一個行業 我就是想要現在多賺多存啊 然後之後可能自己開一家小店 然後把裡面裝潢得很漂亮 然後賣一些自己喜歡 比如說日本的衣服啊 韓國衣服 然後自己去戴當老闆娘 那每天把店裡面的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展示給客人看啊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最終目標吧 就是穩定的收入 然後又是一個我還蠻想從事的行業 又是自己的店 所以我之後應該會想要自己開一家服飾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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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